购物分享 这个橡皮粉超好看 我真的太会买了 有没有 就是有点豆浆色的这种白色 总体来说这件绿衣服真的超级好看 而且这种竖条的纹理感就很好看 哈喽大家欢迎回来小宝的频道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是想来跟你们做一个购物分享 那其中呢包括在Cost Zara和Divios 买到一些包包和衣服 那之所以想要快点给大家录呢 是因为这些还都可以在店里面买得到 那如果你有被我种草成功的话 那就可以冲了 那我们就非要不得说开始今天的内容 那今天呢是有一双鞋子的 所以就先跟大家来说鞋子这个品类好了 就是这一双 然后它呢是Zara的 你敢不敢相信这是一双Zara的球鞋 那这个的话呢我是在Bondi Junction的Zara入的 那这款呢是我昨天去逛街的时候 跟我朋友找到的 真的特别好看 这个白色部分是这种皮质的 那黑色部分呢它做的是这种布面的 但是上面是有这种菱格纹的 所以就特别特别好看 那这双鞋呢还有另外一个点 它整个鞋型非常非常的瘦 那如果跟我们一般的鞋比的话 它是窄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显瘦的 那这双鞋呢我已经替大家上脚试过了 它是布偏码的 那我自己是买的37码 而且它价格也非常的好 就是89.95澳币 这双鞋真的很好看 我真的太会买了 有没有 然后呢今天所有分享的东西 我都会把这个货号打在视频的最后 那后面呢我会给大家来分享几件衣服 先给大家来种草 就是他们家的一个春夏的新款 真的太好看了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格纹的上衣 那这个格纹的上衣 我其实已经穿过两三次了 我觉得非常的显摆 它是这种就是有点豆浆色的 这种白色 然后配上这种很细的条纹 非常好看 整个质感就非常的厚实 那秋冬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它搭在里面 那像比如说春天要来了的时候 就可以单穿它 然后外面披一个小毛衣 我觉得也是好看的 一件的话呢 我买的是一个S码的 那这个的话呢 真的是我第一眼就看中了 好漂亮 就是这件 给你们看一下 很多姐妹在官网上看到了 怕它的颜色有误差 我们现在是用自然的阳光下看到的 这件衣服就是这个颜色 它这个粉色呢 是带一点点灰料的那种粉 我自己买的是34码 那袖子呢 如果你把它放下来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这种 比较偏八九分袖的感觉 但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松紧口 所以你可以把它这样撸上来 撸上来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抛抛袖 这颜色真的非常非常的显摆 下面一个呢 就是我在COS这次买到了一个打折的产品 白色的这种防晒小衫 就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开衫的 然后呢 它这个料子本身呢 是有一点点这种弹性的感觉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来搭配夏天的一些小的短袖啊 或者是背心都可以 穿上之后会显得胳膊很瘦 而且这种竖条的纹理感就很好看 那这件的话呢 因为我想要把它当成一个防晒罩衫去穿 所以我买的是一个M码的 那这件的话呢 它是直接打了一个三折 真的超划算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百搭圣品的那种感觉 那今天最后一件呢 虽然放在最后说 但我觉得它也非常的拒绝子 这件衣服呢出去撞衫的概率应该也不是很大 它是澳洲设计师品牌Saba这个牌子的 这件的话呢 它是一个那种绿色的 真的特别的好看 就是有点像那种牛果绿的感觉 但是它的绿呢又没有那么的出挑 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显白的 而且不调皮 黄皮白皮都是可以穿的 然后它整体呢 这个地方是可以这样翻起来的 后面也是这样子的 你看它后面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觉得穿起来特别的舒服 非常的休闲 就是挺有范儿的 但这一件的话呢 我自己买的是一个12码 因为我想把它当成那种很宽松的外套来穿 但是它其实12码也没有大到很多 原来的价格呢是249澳币 现在打完折只需要129 然后像里面呢 我觉得就还是搭配一个这种 就是条纹 应该能好看一些 就可能会更清闯 更学生气一点的这种感觉 但总体来说 这件绿衣服真的超级好看 今天呢 我所分享的各个单品 所有的货号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 就进阶图 如果你喜欢小宝的分享的话呢 别忘了给我一个赞 也别忘了加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